估计很多鬼吹灯的书迷在听说《迷航昆仑》要被拍摄成电视剧之后都会感到有些诧异 在《天下霸畅》目前已经出版的所有小说里面《迷航昆仑》算是评价比较低的一部 这部书在网络平台上的评分甚至还没有达到及格线 很多网友将这部小说称为是《天下霸畅》最让人下头的小说之一 这样一部小说要被影视化自然少不了要进行大量的改编 无论是剧情还是人物都与原著有很大的不同 而这种改编自然是有好有坏 比如剧中的男女主角就被很多人诟病 两人的颜值确实都很高 但是人设却都很难让人满意 男主角从出场以来衣服每集都要换好几套 可表情情绪却好像一直都没变过 女主角的人设是不安事事性格活泼的傻白甜 但这个人设与女主角高冷的气质实在有些违和 另外两人站在一起 CP感也不是很足 感觉到不如男主和女二在一起看着般配 当然也有一些角色还是可以的 下面就简单盘点一下 在这部剧中 目前看来改编的比较出彩的五个人物 从目前播出的剧情来看 剧中唯一的一位反派就是胡思令 当然天下霸唱的小说一直以来最不缺少的就是出人意料的反转 所以不到最后一刻很难看清楚 每个正面角色的背后是不是还有不为人知的一面 但不管怎么说 现在看来胡思令就是一个纯粹的坏人 扮演胡思令的演员是洪剑涛 可能很多人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当年吹噬班故事里面的洪班长 觉得他出演的角色还是偏喜剧一些 包括前一阶段同样是由徐凯主演的古装偶像剧上时 洪剑涛虽然在里面扮演的是皇帝朱高斥 可仍然比较富有喜感 不过在这部剧中 洪剑涛扮演的胡思令基本看不到过去角色的影子 完全不会让人出戏 从戏份上来看 洛云松应该算是这部剧的男二号了 刚出场的时候 他的表现完全不像是一个好人 对付发秋一派 他从无双这个小姑娘身上下手 并将无双强行逼上了花轿 尽管后面知道这时为了逼出男主角的手段 但看起来还是非常让人不齿 后来洛云松说出了他之所以如此仇视男主一家的原因 理由看起来好像是情有可原 但实际一想 又觉得洛云松这个角色头脑也不太灵光 仅凭借一枚暗器就认定了自己的杀父仇人 已经走上高位 也不去仔细调查一下当年灭门事件的真正原因 并且为了一块龙骨不断的出尔反尔 但不管怎么说 洛云松在剧中无论形象气质还是言谈举止 确实还是很帅的 周秋海是人们常说的老戏骨 但实际上他在这部剧中 与他以往的荧幕形象相比较 也并没有让人感觉有太大的不同 剧中周秋海是发秋一派的领袖 手下门人弟子众多 经营的生意遍布全国 算是江湖上的大佬 对于这样的角色 演员张成光可以说是驾轻就熟了 就算是没有什么突破 他的表演也绝对是在及格线以上 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有周秋海下幕的剧情 如果有的话 倒是可以期待一下 崔烟这戏份不多 但是出场时给人的感觉很惊艳 短发造型确实很帅 无论是与男主角对戏 还是与胡斯令对戏 气场都很强大 不知道后面关于他的戏份会不会多一些 从弹幕和网友的评论来看 这个角色虽然有可能不是正派 但目前为止还是很受观众欢迎的 事实证明鲍贝尔扮演一些游手好闲 贪财好色 实力不强 智商不高 又总喜欢自作聪明的纹裤子弟 演技是一流的 在这部剧中 鲍贝尔扮演的角色名叫洛九天 是洛云松的弟弟 但他不像洛云松 洛云松由于绅士的原因 做很多坏事 好像都是迫不得已 或者有些让人觉得情有可原 洛九天则是一个纯粹的坏人 一切坏人做的事情 他都会去做 但是关于他的戏份 却并不让人十分讨厌 剧中所有的笑点都是来自于他 洛九天这个人物被刻画得很立体 他在剧中每个人物面前 都是不同的面孔 包括他腿受伤之前和受伤之后 在洛云松的面前表现也截然不同 放入宪室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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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侮 均等到这些人物面前表现再一个短 lok度 在一旁如我知的夺口 现在给我一个单独以说 最多的屈绿圈